在谈到日志与日剧 我认为这是根本性的国家定位 你国家立场的问题 既然今天有所谓的课纲 一纲多本 如果我们还要这个课纲的话 如果我们还认为国民教育 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依准的话 那这个课纲究竟是以日志 还是日剧来定义这一段 台湾被殖民统治的历史 请马总统说清楚 请马总统督促教育部 必须定出清清楚楚的课纲来 尤其今天我们看到 刚刚事宣说 那个时候还有日剧日志并成 有的教科书用日剧 有的教科书用日志 结果反而在你马英九统治 你马英九执政的 国民党政府执政的这个时期 反而发生了有用日剧 还被教育部禁止 还被教育部执行不通过的 这个事情发生 那刚刚事宣所讲的应该是 陈水扁时代的事嘛 那陈水扁时代 民进党台独 台独史官的这个统治底下 都还有日剧日志并成 怎么反而到你马英九统治的时候 用日剧还要被教育部禁止发行 那马总统你怎么说呢 今天马总统说不用硬性规定 你就马总统你在小的时候用的是日剧 但今天要讲日剧也可以 到底我们的国家观念在哪里 国家定位是什么 到底我们是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共和国 或者我们是日本人殖民的奴隶 总要说清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